没法拒绝啊兄弟们 这个货车司机一个啃求你的眼神 你就受不了 你拒绝不了 刚才啊 有个司机过来说 他的车陷住了 拉了几十桶水泥 一点动不了 给我说了 不管怎么着 给帮帮忙 过去给往前推一下 来吧兄弟们 大家伙跟随我的视角 我们一块去把这个货车 给他搞出来 我的天哪 看这情况我心里都没底 车太重了 这几十桶的水泥 我这个车感觉都没戏 问问车主啥情况 不能乱来啊 你说主委咋那推啊咋那 推啊咋的 这家伙重点啊 推一下推一把试试 看来 龙胎陷的不算太深 我们先推一把试试 大瓦唧要搞这个还行 我怎脚的 我的小瓦唧 力不从心 来吧 成不成就看这一下子了 漂亮 哎呀 我估计啊 这一车少说得有二十动 大家伙觉得这个有多重 这过来干嘛 让我把路给垫一垫 好吧 垫就垫一垫呗 把这个龙胎压这个坑垫起来 大家伙都好走 这个地方啊 都是回田过的 回田过的沟槽 完了呢 就是回田没有压石 轻车走着没事 重车过了一下就下去 工地里边就是这样 这个施工现场 今天他挖 明天你挖 这搞的这个下面是 就是乱七八糟 经常有车县主 县主就给帮帮忙 你不给他搞 他堵在路中间 大家都不方便 对吧 有的司机过来说 哎 师傅帮帮忙帮忙 我跟你 买瓶水 买喝烟啥呢 没那个必要 出门在外 谁还不遇到点困难 对吧 你看他在那急着跳蹦子 你能 假装看不见 哎 怎么说呢 对于挖机司机来说 也是个举手之劳 得经过这个 车主和工地 同意才行 没那个必要 好的兄弟们 感谢大家观看我的挖机机场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 感谢